5.5.4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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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一血大聯盟 讓我們為你解決生活大小事 聰明過生活 防疫期間還是要提醒大家 戴口罩 勤洗手 做好自我的防護 但是這些要求 在某些孩子身上 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這邊站好 車還沒有來 好熱 媽媽 到底要等多久 那邊 媽媽 那邊站起來 你站住 摸哪裡 媽媽 拿起來手放起來 1 2 3 這樣靠起來 不要擋我 媽媽 你剛剛摸哪裡 摸這裡 你看 你現在手拿出來 手拿出來 你看 媽媽 1 2 3 手放好 手放好 放好 對 口罩戴起來 戴起來 不是 戴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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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數1 2 3嗎 這樣子媽媽要打下去 不要打 媽媽不要打 我戴媽媽不要打 我戴好了 媽媽不會 戴上去 摸到鼻子這邊 上去 鼻子 不是 摸到鼻子這邊 媽媽 手放下 不要打 媽媽不要打 我要趕快一點 把它打下去 我受不了 快打 媽媽不要打 謝謝Ben哥 謝謝 媽媽不要打 你怎麼有打到小孩 我跟你說就是有 就是有 你怎麼講 他就是不會戴好 真的 我告訴你 真的不能怪爸媽 對 小孩子要是染疫怎麼辦 怕傳染給同學又要停課 加上一年四季 每一個季節都有 不同的傳染病 在學校傳來傳去 在孩子的呼吸之間 在孩子的口腔之間 然後一旦進入體內 就開始肆虐 爸爸媽媽媽心裡承載了 多少的壓力跟恐慌 怎麼能不吼叫 真的 十七比錄 對 今天也要好好討論一下 在孩子之間 這些摸來摸去的傳染病 有多可怕 就要請我們的專家 來告訴大家 還有就是 如果對於我們節目內容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上一些大聯盟粉絲頁 我們會提供給大家 更完整的健康資訊 當然你們最在意的就是 今天的優勝隊伍 可以把金美好禮對回家 首先來介紹兩對來賓 Ben哥 王思佳 來 拜託讓我對 的浩如 浩哥 介紹我們今天醫師專家群 記者可以是張詩仁一心 大家好 檢驗科醫檢師 網路美醫檢師 大家好 藥師黃蟲全藥師 大家好 首先來問一下大家 對 最疼的 家裡孩子最常生什麼病 要搶答嗎 沒有 沒到這一個 沒有到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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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疼的 對 這個是答不完的 最怕就是感冒 感冒 而且感冒還有分兩種 一種是正常的感冒 像比如說打噴嚏流鼻水那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 最討厭就是腸胃型感冒 你知道嗎 那個又吐又拉 然後但是就是 也沒有發高燒幹嘛的 然後就看他這樣很不舒服 真的 送給阿公阿嬤 然後阿公阿嬤也走 對 天啊 那真的是 然後我以前都會忽略 所以我想說秋冬才是什麼 感冒的季節 病毒的季節其實沒有 我的小朋友 天啊 然後你們知道腺病毒在哪裡 因為大家就想說 夏天比較還好吧 不會感冒 不會那個什麼 但我跟你講 有一次那個得腺病毒 真的是很奇妙 他是阿公帶他去游泳回來 給游泳池很多 隔天突然發高燒 可是我問了以後 我發覺其實那個游泳池 滿乾淨的 就是那些水 什麼過濾得滿好 他不是旁邊都有標示嗎 什麼 我想說那到底是 怎麼會這樣發高燒得腺病毒 對 因為我小孩說 那個弟弟游泳池有很髒嗎 然後他就說有 我就說哪裡很髒 是有人在旁邊就是 尿尿還是 對 尿尿還是什麼 那個水沒有水上面有樹葉飄 還是有人尿大便什麼 他就說沒有 他是潛下去的時候 發現游泳池的磁磚的縫隙 全部都是黑的 發霉了 我才發覺很多公共游泳池 他雖然會換水 但是他其實不會洗刷他的泳池 邊邊跟磁磚內縫 所以下去你腳踩的地方都是黑的 跟你手旁邊碰的 那小孩子是不是都一直淺一直摸 對 然後在吃到以後 他就是腺病毒就大概 然後口口直接喝兩口 真的 小孩都這樣 還要把他多危險 我怕 所以直接燒五天 因為我小孩現在還很小 還沒有到就是這個階段 但我自己小時候比較大的隱隱 是 你知道小孩子一要去看 就會哭天搶地 好像爸媽都不是親生的一樣 因為你會覺得他怎麼會親手 把你送在那個上面 然後坐在那邊 而且你一聽到那個電鑽的聲音 你就覺得好可怕 所以我小時候每次要去看牙醫 就要跟我媽大吵一架 講到這個小朋友的傳染病 看病真的是說不完 這個一定要來請教一下 我們有台大醫學院 微生物所碩士背景的 王孟梅醫解釋 來請問一下 當爸媽真的好害怕 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很多的 傳染病在開爬 沒錯 有些傳染病 它的確會有季節性的流行 像流感病毒 它就是耗發在秋冬季 像腸病毒 它就比較耗發在夏天跟秋天 所以每年就是要準備 過暑假的五六月 跟開學的九月 就是腸病毒的高峰期 但是過了這些季節 也不是說就不會得流感 或是腸病毒 因為只要是有適當的傳染毒境 病毒其實都是會存在 我們都是有可能會感染的 聽完真的沒有比較放心 反而更緊張 太緊張 太緊張 太可怕了 緊接著要進行我們的 百人民調搶答題 疫情跟傳染病來襲 好怕小孩生病 各位爸爸 媽媽心 我們都懂 請問 爸媽看到孩子們 做哪些事情 就不可以呢 百人民調前五名又有哪些呢 請搶答 好厲害 好厲害 看就知道你今天來 有 剛剛有講 你剛剛那個 東摸西摸 這邊也摸 那邊也摸 然後就放嘴巴裡面 請問你剛剛是學哪位孩子 應該學我家的 東摸西摸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了 謝謝答對 真的 手東摸西摸還要塞嘴巴 東摸西摸 請到張醫師 阿Ben剛剛演的其實很好 這個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其實 對髒跟不髒的東西 其實沒有明顯的辨別能力 對 所以他很容易把那個 摸一摸就放到嘴巴裡面去了 對 那你這種東摸西摸 結果放到嘴巴這個動作 其實是助長了一種傳染途徑 那個叫做 你聽起來有點噁心對不對 其實就是說我們腸胃道 分泌出來 脫落出來的病毒顆粒 因為你這個動作 又重新回到你的腸胃道 造成疾病這樣子 那典型的病毒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冬天在造成 腸胃炎的病毒 或是我們說的腸胃型感冒 腸胃型感冒 有哪些呢 小朋友都要打疫苗對不對 對 拉肚子 諾羅病毒是台灣 病毒性腸胃炎最常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 輪狀病毒疫苗 已經施打20年了 快要20年了 所以這20年時間 已經把那個陽性率 大概從一半降低到10%左右 這個就是20年來 輪狀病毒疫苗的成效了 所以我聽到一個好消息了 這好消息 對 可是諾羅病毒它沒有疫苗 這個 這個還是一個 還給我一個好消息 這個還是一個大問題 等於就是有好消息 也有壞消息 所以說好好的洗手還是很重要 好的 謝謝張醫師 真的 我這裡就有親身的經驗 怎麼樣 因為我們很愛帶小朋友去公園玩 公園是最好放電 結果沒想到我們公園 剛好在改建 改建完之後 帶你去新的公園把我帶你去 就會一看嚇到了 完蛋 因為裡面它改建了一片的沙池 你知道小孩子一片沙池 一定就是瘋了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我還沒跟他講說 等一下你要記得 不要去那一區玩 要去那一區玩 你也擋不住了 剛好那時候電話打到一間 我們需要貸款 我才這樣十秒而已 一轉頭 小朋友你知道完全刻字不做 直接在裡面這樣 這樣挖 這樣挖 然後我看到有些人還拿狗 直接進去你知道嗎 對 對 有狗什麼的 然後全部人都在那邊挖 我想說大叫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 我想直接把它拉回去 然後等於說你等一下要洗手 但是說實質大怪 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隔一天以後吧 大概就開始我看到他就開始 吃東西 晚上就開始 就直接吐出來 他吐出來之後 我明明開始覺得說可能吃太飽 他說不太對 又有拉肚子這樣 後來去給醫生姊姊 他發現真的是弄樓病毒 然後弄樓病毒以外 然後就讓他去打點滴 吃藥以外 接下來明明我老婆也中 天啊 我說你看到我會想吐 我說不是 小朋友 這不知道也是 他不是天天都在吐嗎 他說小朋友傳染給他 所以真的是一家中全家中 不得不掌心 亂摸的話真的太可怕了 對 我很敏感的 對 小朋友我覺得還有一個 就是小朋友的指甲 所以我們要常常幫小朋友 剪指甲 因為他只要指甲一長 裡面就會一圈 就會黑黑的 然後小朋友又很喜歡吃東西 這樣甜 對 要吸 吸允手指 每一隻都要吸完這樣 什麼都要吸 然後吃炸雞也要吸 吃什麼也要吸 那個一吃下去 真的就很噁心 就沒辦法 還有我覺得小孩子很奇怪 他們就是各大餐廳 飯店 公共場合的拖地機 他們不曉得到哪裡 就很喜歡趴在地上 幫他們拖地 他會趴在地上一直拖 是有人給他零用錢嗎 對 我就想說 你為什麼要來飯店 在家都沒那麼乖 對 然後我在五星級飯店吃早餐 拿把費 一回頭他也在地上這樣 然後我心裡想說 有必要這樣子在地上一直拖 然後你給我站起來 然後飯店房間裡面 雖然有鋪地毯 他也是在地毯上打鼓 天啊 那是地毯 地毯 地毯只能吸一吸而已 然後吃東西掉到地上 他還會直接這樣子撿起來吃 反正還沒超過三秒 對 他就是撿起來吃 然後就說 媽媽 我沒有弄到地上很乾淨 廢話 你又把它拿起來 要吃進去 還要邀功 就是你知道真的是 像BEN剛剛那樣子 真的管不住 因為你稍微閃神 然後他們有 我的小孩就是非常多 是半夜 因為他們有時候睡前 喜歡喝一點點的溫牛奶 然後再睡覺 然後你知道白天 這樣吃了一大堆東西 晚上再喝個溫牛奶 我小孩常常 小時候真的是 三 四歲的時候 常常真的是半夜 因為牛奶可能 睡覺前一喝 然後你知道一吐出來 噴射 純的 而且是非常噴射 然後所有東西都沒有消化 就是吃到一些不乾淨的 跟擠在胃這邊 然後喝個牛奶下去 天啊 Turbo 對 媽媽媽那個 今天不用睡了 真的不用睡了 請那個費男女國 這完全有共鳴 沒有 清嗆吧 沒有 我都按了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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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口罩 口罩 口罩 口罩沒戴好 對 就像剛剛這樣 戴下面又戴上面 然後就是不戴住 不遮口鼻這樣子 對 口罩沒戴好 就是你剛剛的 對 完全有非常好的示範 這個大家有沒有上榜 恭喜答對 對 口罩老是不好好戴 來 王牧 沒解釋 口罩是防護我們呼吸道 傳染疾病的最重要最重要 最基本的防護措施 因為我們的口罩 其實就是可以防止我們的飛沫 傳染給他人 甚至也可以防止他人的飛沫 被不小心吸進來 對 甚至就是戴口罩 也可以防止我們的手 亂摸到我們的臉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防止很多病 眷進到我們的臉部 不好好戴口罩 就像剛剛阿伯所表演的 小朋友很容易就是戴不住 就會把它拉下來 拉到下巴 或是 戴上去可能比較少 對 就是沒有好好戴 或是前後相反等等 那其實 依姐其實沒有 真的沒有這樣 不好意思 誤會了 那有一點問題 我有看過 眼不見為近 基本上要包住口罩 才是真正有防護到 飛沫傳染的防護措施 我覺得 口罩不戴好會被講之外 口罩如果戴得好 也會被誤會 為什麼 因為像我們家老三安安 他比較是屬於那種 呼吸道比較敏感 敏感的那一種 所以他必須要戴著口罩去上課 於是他在學校裡面都戴得很好 但是只要一換季 要不然就是連假過後去上課 只要同班同學有一個人被感染感冒 他就會被列入嫌疑犯 就覺得說 是不是他傳染給其他同學 對 但事實上是他是因為 自己的呼吸道比較敏感 所以我都會要求他說 如果在學校要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那你自己都要戴好這樣 於是就被誤會好幾次說 原來你們家都不顧小朋友的 然後感冒還送來學校 為什麼孩子一直感冒這樣 對 感冒還送來學校這樣子 常會被誤會 然後小孩戴口罩 我覺得他雖然戴好好的 但還有一個情況 什麼 就是他裡面全部 那層都是濕的 很會 有沒有 好像濕口罩 裡面那層都是濕的跟臭的 就是鼻涕跟口水融為 一坨都塗在那裡 我的天 濕了又乾 它乾了又乾 然後每次學校老師都會說 請爸爸媽媽們準備 譬如說五到十個口罩 給他們替換 他永遠也就是戴著那一個 他不曉得 然後戴著口罩 然後也是 他也是在裡面 然後下課玩一玩 你怎麼 噴口水也噴在那裡面 然後最後鼻子有點癢的時候 再把那個用在這邊這樣揉一揉 然後鼻涕吃到嘴巴 嘴巴再回到鼻涕 全部都在裡面 有時候我兒子跟女兒 那個回照拿回來那個有夠重 大概有一公斤 不是 妳想說 妳為什麼不換口罩 對 他說沒關係 還好 沒關係 那裡面有多臭 好可怕 快點 天啊 感覺你兒子的口罩拿下來 都長小香菇了 真的 這邊非常溫暖潮溼 而且還有流汗 還會流汗 還會流汗 好可怕 金獎答案 我覺得 因為我們小朋友 最近開始去吃 跟學校去吃飯 我覺得跟同學 共用餐塊 好 最可怕的 對 這種有夠 共用餐具 感情太好了 用來用去 妳的好可愛 有名什麼的 對 尤其是在學校 學齡的孩子 真的都沒有這個觀念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發 恭喜答對 你看同學交情好 共用餐具 黃耀師 剛剛Paul哥有稍微有提到 就是其實 蛀牙是會傳染的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不論是 公共餐具或者是說有 我們現在為什麼都要有 公塊母齒的概念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口中 有許多的細菌 不論是鏈球菌 或者是我們常聽到的 幽門螺旋桿菌 這些其實都會經過我們的唾液 去做的傳染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做好 我們的口腔清潔 就變得非常地重要 請搶答案 謝謝 對 對 沒默契的 我剛剛想說 你產後復蘇好像 反應變有點慢 怎麼可能 真的 不是先讓牠們打兩題 完全搶回來了 一定要 有沒有答案 我覺得還有一個 我最近嚴格禁止的 什麼 因為我小孩才剛生出 你知道那種小嬰兒 好香 對 奶味 奶香 聞 然後就想要親牌 對 親來親去這個最可怕 因為我在生之前 看了好多新聞報導都講過說 很多長輩 就是這樣很喜歡親嬰兒 結果口腔裡面太多戲劇 小孩就生病了 真的 對 牠就可怕了 把我嚇死了 所以沒有人可以親 除了我自己 自己 我自己 除了我自己 我都會趁 他要去洗澡這些 親兩下 其實我都會忍住 但是不要 好香 不行 不能親 親親公事 有沒有上碼 來 請到張醫師 我們的唾液 會傳染一種病毒 這個病毒 帶來的疾病也是滿嚴重的 它叫做 EB病毒 Echo的E Boy的B 叫EB EB EB病毒 它是一種 就是說會在身體造成一些 急性疾病 跟慢性疾病的病毒 什麼叫急性病呢 它會引起一個病 名字有點長 叫做所謂的 感染性單核球增多症 當然 可以用白話文再講一次嗎 以前叫做限熱 等於就是說 我們的其中一種白血球 我們白血球有很多分類 其中一種叫單核球 這個疾病的特色就是說 這一類的白血球會大量地增加 臨床上它會有一個很久的發燒 也就是說你看到一個小朋友 燒一 兩個禮拜 你要小心這個病 可是它也會伴隨一些其他的症狀 一個最明顯的就是 化膿性的扁桃腺炎 另外一個就是說 脖子會長滿大大小小的淋巴腺 這三個發燒 而且是燒到一 兩個禮拜 化膿性扁桃腺炎 加上脖子的淋巴結腫大 這個叫做感染性的單核球增多症 這個就是EB病毒引起的 它就是親了小朋友之後 把你的EB病毒傳給小嬰兒 所以說你要小心 親是會傳染一些疾病 是 所以這個病有個外號 叫做 所以要小心這個小朋友 因為他對這個病毒 還沒有很多免疫力 所以你會發現它燒很久這樣子 其實我們常治療到這種小朋友 通常來發燒 看到化膿性扁桃腺炎 通常我們就是開抗層術 然後覺得應該就是 煉球菌引起你的扁桃腺發炎 如果那種治療很久 稍還是沒有退 扁桃腺還在發炎 你就要小心這個病這樣子 那EB病毒沒那麼簡單 它如果說長期留在你的身體裡面 還會造成 對 它是第一個發現 會造成癌症的病毒 那個癌症叫什麼 叫做鼻炎癌 天啊 對 那個女兒 自己都用AIR KISS 就假裝這樣 空中親吻就好 但是我跟你講 防得了近親 防不了外賊 怪賊 誰嗎 有些市場的那些大嬸們 真的很厲害 因為長輩我們都已經知道 不能親 然後看我們的臉色很壞 他們也不敢 但有些那種市場大嬸 像我們有時候去推出去 去華山英文的時候 去逛街 就忽然有一群大媽 兩 三個居然說 妳怎麼這麼大了 還在吃奶嘴 我說一 兩歲吃奶嘴還好 我說妳這什麼牌的 看起來好像不錯 就開始用各種的話術 開始在接近我們的小朋友 其實要幹什麼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包包包又在旁邊 因為我們在推著 他就開始慢慢 我知道開始慢慢蹲下來的時候 那些大嬸們就有鬼 他開始慢慢蹲下來 慢慢蹲下來 蹲近 接近了我的女兒 他說這個 這個什麼奶瓶匣 好可愛 然後就忽然間就這樣 就這樣親下去 媽啊 我告訴你 他就這樣親下去 他就 就這樣親下去 阿姨親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周遊上身 還是什麼 阿姨親一下 阿姨就親 我那時候當場我就整個點笑 還來不及反 因為我小不得 居然會有陌生會做這種事情 對 然後他們就這樣親完以後 就走了 因為那時候 華山人潮很多就找不到 那個肇事者 好可怕 然後那個小朋友也不知道怎樣 我就趕快把他用酒精什麼 擦 想說希望 每次因為已經來不及了 但說真的 回到家晚上以後 他的被親的這邊 果然就長出 一粒 小小的紅枕 整個這樣一片 他整個變成 會不會是酒精過敏 都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你知道酒精 不能噴在孩子的臉上嗎 嚇死了 這其實沒什麼禮貌 真的要小心 好好的保護自己的小朋友 等於就說就算是陌生人 就算是好朋友 也要有這個分跡 我以後出門要帶房郎噴霧 他怎麼行 我之前也是在網路上面 有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一個小寶寶 他的額頭這邊被一個陌生人 親了之後 整個額頭就長滿爛窗的 天啊 然後那時候有密集恐懼症 看人真的會害怕 然後那個時候 兒子們剛好在旁邊 看到我在滑手機 然後我就趁機 機會教育就給他們看 我說 如果有陌生人要親你們的話 千萬一定要保持距離 不要讓他們傾倒 不然有可能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教導還是要教導 自己的小朋友要保護自己 而且很多長輩都會覺得說 你小時候我也是這樣親你們 也沒有這樣子 真的 但是阿公 阿嬤病毒也是會變種的 他們會越來越厲害 親小孩 天啊 你怎麼Catch得到 太厲害了 都是剛生完的媽媽 對 頻率很接近 太誇張了 你再去刪一胎 你可能就可以Catch到了 為什麼 你再去生一個 就會像我一樣這麼怪 小孩子就是在學校要刷牙 然後你知道就是因為 洗手台那邊 對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上課 也要有隔板 然後平常都是分開來的 可是他說就是去刷牙的時候 就是會碰在一起 然後小孩就會借機聊天 他就覺得這個好像有 對 因為沒有戴口罩 刷牙的時候 對 然後你刷牙的時候 就會在那邊吐 那小孩都會比誰吐得遠 小孩就愛比這種 這樣子 聽起來好可怕 對 所以你們當然是 在學校洗手台 一起刷牙 刷牙 刷牙 這個大家有沒有要上 真的是 是防疫破口 黃藥師 剛剛重點 我們都圍繞在飛沫傳染的部分 因為不管是 我們剛剛漱口之後的一些泡沫 吐在外面 其實它都算是一種飛沫 那我們小朋友在刷牙的期間 其實有的時候 會不小心東摸西摸的 就會讓整個疫情 可能會有失控的破口 像我們學校的防疫部分 我們平常比較偏向是在於 教導同學 我們可能輪流去刷牙 變成說大家排隊的順序 會變成說可能會很混亂 有些老師甚至在上面提出說 是不是能夠就不要刷牙 就是讓學生在座位上 就是漱口 就是清水漱口 然後把菜渣 但是其實 大家聽到 對 因為雖然說 現在是防疫的期間 但是其實防疫跟口腔衛生 這兩個的取決 其實我覺得是都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要去提出一個 新式的刷牙方式 就是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能夠解決這類的問題 我覺得不刷牙不行 不行 因為你知道他們這樣吃 吃完之後直接就午睡 然後就直接鎖細 然後到頭腔裡面 細菌的溫床 不行 我跟你講 這不刷牙這件事情 我現在就已經 超前部署 我小孩 你小朋友才兩個月 你就已經超前部署 衣服買到三歲 該買的全都買了 果然是小王美 這個階段我們要恭喜 拜託讓我對 得到25分 全部都買得到75分 大概一年四季 好多病毒都跑出來群聚了 身為爸爸媽媽的我們 真的是穿了一旦 但是不要擔心 從外部防毒到口腔清潔 我們全部都做好防護 就能減少孩子 被病毒打敗的機會 當然一定要繼續鎖定 我們的醫學大聯盟 一起繼續長知識 還有更多的健康知識 要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